哈喽大家好 国际管理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全网都在拍的 双11购物分享 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呢 不要忘记留点个赞 并且Subscribe我 我也不定期的分享美妆视频 如果你也是美妆爱好者呢 记得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在那边会比较长 跟我们废话不多说 晚上开始今天的视频 这一次呢 双11的战线拉得非常长 10月中的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呢 我就干脆把 就是10月跟11月 买的所有东西呢 都记在这一支视频里 那我先说一下 我在本地的电商平台 lazada还有shopee 卖的一点点小东西 澳洲的水光针面膜 那如果是老粉丝和老的那种呢 知道我有多爱它吧 我最近发现呢 它在lazada有7间店 而且呢 价格很便宜 在和白面膜呢 双11的优惠价格 扣到来18块多令吉哦 而且呢 包有 我都有一点怀疑它是不是假货了 我手码 所以我只买了这个白面膜 如果我用了觉得是正品的话呢 我双12会去买它们的那个黑面膜 还有水光针 那两个东西也是超好用 然后呢 还买了一个这个3CE的液滴类 我今天的眼下呢 也有用它 你看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闪 它的亮片呢 是那种大颗粒的亮片 它这个液体盈盈的附着力呢 也很好 就我上妆差不多八九个小时吧 它依然很乖的黏在我刚涂它的地方 它完全不会说掉到我的脸颊上都是 但是呢缺点就是呢 这个附着力有点强 所以卸妆的时候呢 要有一点点耐心 而且它的颗粒比较粗嘛 必须很温柔 哪怕是轻轻这样子抹呢 都可以感觉得到它的这个亮片呢 在割你的眼皮有点痛 但是呢 耐不住它那么漂亮 所以呢 我还是很喜欢 还买了一个这个YSL的水光唇釉 那色号是211 这个水光唇釉呢 比较火的色号是202 但是呢 姐没买到缺货了 所以我买了这个211的色号 它就是这一种土掉的豆沙色 它的水光唇釉有一个通病 就是遇到这种比较深的颜色的话呢 它会涂不匀 你在裸唇上涂呢 还OK 但是你的时间一长 它掉妆了过后呢 它会掉得很斑驳 就是你的嘴唇的外围掉完了 但是呢 你的唇中间会卡着 唇釉很丑 然后呢 你怎么补呢 都补不匀的 唯一的方法呢 就是把你的嘴唇卸干净 然后重新上妆 唇釉的持久力呢 也很差 涂它呢 拍视频而已哦 没有吃饭 没有喝水 什么都没有 它就掉得七七八八了 而且是掉得很斑驳的那一种 我是YSL的脑产粉 而且呢也是粉色控 这个包装呢 我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 它对我来说是一个收藏品 但是呢 如果你是真的要买来用的话呢 不要买 因为它真的累 然后呢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 Chanel今年圣诞系列的一个口红 色号是107号色 呃 我今天嘴唇上有涂它 但是呢 只用它打了一个底 我在上面有疊涂了 阿玛尼红管的200号色 因为我发现呢 单涂它的话 可能我今天的妆容不算特别浓 所以呢 生病的感觉 这个口红的话呢 我觉得颜色是有点雷的 尤其是黄200以上的女生呢 就不要买它了 因为我觉得应该hold不住 素颜也hold不住 你只能化那种比较浓 然后腮红也要打的 比较红的那种妆呢 涂它才会比较协调 也是收藏品 如果你们想要买收藏的话 OK 但是如果想要买来真的涂的话呢 别买了 我发现Chanel不要脸 它在马来西亚涨价 涨到155零级 它比YSL还要贵 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比较期待的淘宝了 我在淘宝上买了很多真的杂七杂八的东西 我尽量不废话 然后简洁的说完 这两个 超级可爱的碗 这是我双十一下单了 我最期待的产品 它是两个小碗 然后是带盖子的 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呢 第一个想法就是它长得很像Le Crusade的锅 但是它是一个迷你版的 它的做工还是很漂亮的 不会说有YSL 还是缺一块 但是呢 它这个卡口没有做得很对 所以呢 它就是你晃的时候呢 会有这种声音 现实生活中用的时候呢 有一点点的廉价感 但是 它也就二十元啊 还可以啦 就不要要求那么多 然后呢 我还买了一个这一种小小的碟子 那这个碟子的形状呢 是像一个花瓣的这种设计 而且呢 它是有金边的 我是买来吃甜品的时候用的 因为我的家里的这种小碟子呢 我嫌它们太单调太boring了 有时候我想要让自己看起来fancy一点的时候呢 用那些碟子就会破坏我美好的心情 很extra的去买了一个这种碟子 而且呢 还配了一个这种小小的金色的勺子 可能我老了 我已经从衣服化妆品的热情转移到这些家具用品了 接下来呢 是一个杯子 那这个杯子 我是被雨歌种草的 它的照片 可能甚至视频里面看呢 会觉得很普通 但是你拿在手上呢 就会觉得它真的是很特别 它的这个设计啊 是不规则的 而且呢 它的把手是做成这种大耳朵型的 所以呢 如果是装热饮的话 你这样子握着呢 也没有那么容易烫伤 那这个杯子也是拿到手增香系列 因为我没有想到呢 它的品质会做得那么好 这个东西呢 也不贵20多人民币 而且容量很大 你就接水的时候呢 一次过可以接很多 这是我淘到最意想不到的产品 因为我当时看雨歌推荐的时候呢 我也就是抱着一个买买看的心态嘛 没有想到呢 真的很漂亮 超级满意 然后呢 还有一个这个东西 不是烧酒杯哦 它是一个蛋托 这是我的爸爸让我买的 就是他想要早上吃水煮蛋 或者是半生薯蛋的时候呢 可以把蛋放在上面了 又有一个勺子 把蛋壳这样子 敲开 挖里面的蛋吃 如果你有看过我的Muji购物分享 你觉得我的妈妈很extra的话呢 我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家的British gentleman 而且呢 他还一次过让我买了四个 他说 家里有四个人 大家一人一只 这东西我已经收到一个月了 好像就只有他一个人在用 我还买了一个蛋糕的模具 我拿到手的时候呢 都惊呆了 这是我的充电宝 这充电宝差不多就是 一个iPhone X的一个尺寸 我给你们看 对 他就是那么迷你 因为我家的模具呢 都比较大 我想说去买一个这种小小的 然后每次烤蛋糕的时候呢 就可以烤一个小的来玩 也不用担心说没有人吃很浪费 但是呢 这四寸的模具也太小了吧 接下来呢 是一些我做手脏的小东西 这个应该是同一个系列的 叫辛花傻野吗 还是什么的系列的印章 我手上总共有四个 它就这样子小小的 那我是买了一些这个 它的数字的 还有它的那种 1234567 但是是繁体字的 因为我觉得呢 这种繁体字的啊 你印下去特别有那种复古的感觉 尤其是配深红棕色 或者是红色的那个印章的话呢 盖下去特别有那种古代的那种 一个星期的那种 Monday Tuesday Tuesday 我最主要呢 是看它的这个拉字 我觉得很漂亮 但是我最近呢 就是那brush lettering 练得挺好的 我发现我写出来的字呢 比这些印章还要好看 因为印章的话呢 大概不到它的那个位置 所以我每次盖的时候呢 会有一点点歪 然后我就看了有一点不爽 倒不如我自己写 那个效果还会更好 你觉得你写的字没有那么漂亮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字体 这个拉字 是很好看的 月份的 我也买了也是一样 是这种拉字的 这些呢 我都是在同一家店买的 忘了什么店了 你们看下面的那个链接 它这家的小文具呢 都卖得挺便宜的 我基本上 在淘宝买的这些手帐的文具呢 都是在他们家买的 然后呢 我还买了一套这个笔 叫做青岛点石文具吧 应该是它的品牌 我买了过后呢 我的那个侄女跟我说 这个是仿的 它仿的是Sarasa的笔 我根本不知道 原来它是仿的 我当时是因为看到它的颜色很漂亮 而且一套买下来也就十几块人民币吧 它的出水有一点点不均匀 有时候会断 然后有时候又会太深这样子 那个侄女呢 她过后去买了一套正版的Sarasa 我觉得Sarasa好用太多了 但是呢 价格摆在那边 Sarasa那一套好像是要二十多令吉 但是这一套呢 也就十多块钱人民币 学生党的话 就你们不想要花那么多钱 但是想要这种很多颜色的笔的话呢 去买淘宝的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很注重你的文具的品质的话呢 就去买Sarasa 我还买了一本这个Bullet Journal 我发现呢 在淘宝上要找这种Bullet Journal呢 真的很难 在马来西亚呢 也很难买到 但是这本我买到呢 我有点失望 因为呢 第一它有色差 可能你这样子看着觉得还可以 但是你们去看一下它的那个买家秀 是不是 就不是一个感觉 但是这个颜色呢 我是能接受的问题是呢 它的那个皮 这个皮呢 是我自己包过的 它带的那个书皮呢 是这种透明的 然后特别廉价知道吧 那不贴的话呢 它的那个皮啊 是那种像牛皮这样的质地 就是你的指甲 其实一刮呢 它就刮花了 所以不得不贴 而且它的纸的质量不错 很滑 而且挺厚的 应该没有那么容易transfer 我是很确定 我能不能接受这本书 这样子陪我走过我的2021年 淘宝的话 我真的收了很多 就只有这一家的看起来比较好 结果还是踩雷了 那如果你们有比较好的推荐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 凑合的话是ok啦 但是如果有更好的更美的选择的话呢 我还是会去买的 接下来是两顶帽子 第一顶呢是这个 这个在我之前的淘宝视频 已经有出现过了 它是一个渔夫帽 那这顶帽子呢 我很满意 因为我觉得呢 它的版型做得很漂亮 这个帽眼够宽 而且它整个够大嘛 所以呢显得脸还有头 特别小 渔夫帽的话 我不喜欢那些小的 因为小的我穿了 真的特别奇怪 看起来特别土 但是这种大的话呢 就真的可以穿出那种 美裤美裤的感觉 它好像就只有黑色而已 但是它的价格很便宜 也就10多人民币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这顶真的不错 另外一顶呢是这种鸭嘴帽 这个鸭嘴帽呢 我是冲着它的颜色 买的木具 新冷淡的风格 但是呢 它的这个帽型真的不行 因为呢它的这个帽眼这里啊 就这两块啊 特别紧 就是我戴的时候呢 它压得我的这个太阳穴 很痛很不舒服 而且呢 就因为它这边很窄嘛 它就会一直往上推 就是你不管是带出门 还是要拍照的时候呢 就一直要往后压 要不然的话呢 它就会好像这样子 就有这种感觉很丑 它就是拍拍照是还ok 但是舒适感基本上是零 所以我不推荐你们购买 我又再买了一些抓夹 这次买的呢 是这个最普通款的 就如果你的头发像我这样子 又多又长的话呢 真的去买这个 这个真的是可以抓得很紧 它抓在头上呢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纯那么丑 还是挺ok的 所以这个呢 推荐给你们 我应该还会再去买其他颜色的 因为我很难得找到这种 可以抓完我枕头头发的抓夹 另外一个抓夹 我买了这种湖泊色的 我之前的时候已经有买了一个 它的那种大理石款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呢 它不只抓得老 它抓在头上呢也很漂亮 所以呢 我又买了另外一个颜色 很安全的颜色 就是在我这种生头发的头上呢 也很出色 接下来是一个我采雷的抓夹 为什么说采雷呢 我一开封呢 它的珍珠就掉了一块 虽然我可以把那些珍珠给黏上去 但是我懒啊 我买它又不是为了做手工DIY 而且呢 它的抓夹虽然看起来 跟上面这个赵露丝同款的一样大 但是呢 它这个抓不完我的头发 它抓不老 刚抓上去呢 你头晃两下 它就头发又掉下来了 所以这个 不推荐 还有就是一个这种 金色的抓夹 其实呢 一开始买抓夹的时候 我就想要买这一种了 因为我感觉这一种 看起来呢 比较高级 但是这个呢 我刚收到而已 我还没有试过 我不知道它的那个 那个抓力怎么样 如果你今天穿的 不要那种街头风 但是又想要抓头发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不错 然后呢 是一个这个 大蝴蝶结 我之前的时候已经戴过了 在我的 不知道哪一支淘宝视频里面 我就这样子 戴在我的头上 剪了刘海了 过后呢 就是各种捉 因为我发现啊 就这种东西 就特别是 我之前长刘海的时候呢 这种东西 我觉得是 我用不上的 因为我长刘海 再搭配这种 太可爱的东西呢 看起来有一点 妆嫩 但是呢 当我真的把头发 剪得很嫩的时候呢 你看 完全没有违和感 很好看好吗 太配了 因为这个大蝴蝶结的呢 我很满意嘛 所以呢 我又去买了 另外一个这一种 蕾丝版的 那这个呢 就没有大蝴蝶结 那么 半可爱吧 这个会 比较发式温柔的那种感觉 那我买的这一款呢 是夹子的 你就直接扎好你的头发 直接这样夹下去 省事 米白色的发固 它这个的材质呢 是那种 皮的吧 然后比较软 它会比较厚一点点 如果你的头顶 比较扁的话 你可以放一个这种发固 然后就看起来呢 你的头顶就碰了起来 这样 但是呢 我还没有用过 因为呢 我的流海下已经长了 而且呢 非常尴尬 我下个星期去找 Tony老师了过后呢 我要继续做了 你们等 等我继续做 要 我还买了一个这种 雾霾蓝色 因为这种发固呢 本来就是比较土的嘛 很跳的颜色的话呢 很难驾驭 这个发固 它是那种纯塑料的 但是呢 它是做成这种 亚光的质地 它就没有这个白色的那么厚 接下来呢 是首饰 我发现了一家很便宜的店 比如我的脖子上的这个项链 也是在那家店买的 这个项链好像也就 五三块钱人民币 脖子上的这个链呢 是金色的嘛 同款呢 我还买了一个银色的 在我之前的那个 专柜币买保养品里面有带过它 然后 还买了一个这个小爱心的 它是这种 也是金色的 然后它的爱心上面呢 旁边有一些小小的编织啊 秋冬淘宝穿搭的那一支饰品里面带的 那这个爱心的呢 虽然漂亮 但是 我带它如果有点过敏 就是我的脖子有点痒 因为我的皮肤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啦 那如果你跟我有一样的问题的话呢 这个金色的就不要买 但是呢 这个银色还有金色的这种链条的款式呢 就没有这个问题 可能它们这种应该是那种拿货的 应该不是自己的厂 所以它们的品质的那个把控 没有那么好 除了项链以外呢 我还买了戒指 这个戒指呢 我觉得有点踩雷 因为呢它太大了 你看 就戴在我的手上呢 有一点格格不入 它太粗了 我 我家喻不了 大粗链条 比较土豪的感觉啊 我不喜欢这个感觉 那这一家的话呢 它虽然东西很便宜啊 但是呢 它们家的产品 真的是要调 你要很仔细的调 才能调到好看的东西 就是你真的是要慢慢逛 它的品项又很多 然后呢 买了这个丝巾 这个也是询问度爆炸的一个丝巾 我之前的时候就是扎在我的头发后面的 你要把它当做头巾来穿也可以 然后要把它绑在这个脖子这里也可以 但是呢 它这个丝巾有一点太滑了 可能你们需要用别针啊 在它里面这样子给它固定一下 然后绑在头发的话呢 用一个夹子发夹给它固定 要不然的话它真的是太容易滑开了 在家里还好 如果是出门的话 你走路可能它滑开掉 在路上你都不会发现 然后呢 我还买了两条皮带 当然是假的皮啦 那第一个呢 是这一种 它的颜色呢 很特别是那种很复古的那种 比较偏土的棕色 那这皮带呢 它真的是很便宜 就十多人民币 但是呢 它的那个做工啊 材质呢 都很漂亮 看不出是十多人民币的东西 所以呢 我就挑了这种比较挑的颜色 然后就准备着 拿来就搭配的时候 可以用得上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黑色的 因为我发现呢 我竟然没有黑色的腰带 那我选的呢 也是这种比较细的 如果你的穿衣的风格 想要比较欧美的话呢 你们就去买粗的 那如果你想要那种 比较法式优雅风格的话呢 就买这种细的 那这个黑色的腰带的话呢 我觉得就没有这个棕色的 看起来那么闲好 因为呢它的皮啊 有一点点反光 就是你在照片看的话呢 是看不出的 就是你要在很强的阳光下呢 反光感才会比较明显 它这个腰带是那种没有动的腰带 所以如果你是特别瘦的话呢 也不用担心说买来 要自己去打动 它就是直接用它的这个带子固定着呢 就OK了 然后我又买了一个这个手机壳 这个手机壳呢 它已经在我的房间一个月了 快要一个月了 但是我的手机 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它在陆地上 还是在海上 订了两三个星期了吧 还没来货 为什么大家都在买手机呢 不是说经济不好吗 我是因为我的手机真的烂了 我没办法我一定要买 我刷到小红书 好多人都在买这一款 它是那种什么硅胶 软胶之类的手机壳啦 我买的是粉色的 它的粉啊真的是很嫩很漂亮 它不会说看起来是那种很廉价的 手机的保护膜 这是什么牌子的 我忘了什么牌子的 但是呢这个比较偏贵啦 也没有到很贵 好像是两片膜50多人民币 因为在淘宝上呢我以前买膜 就是买那一种10块钱的 但是呢我就觉得 啊换了新手机 我也不缺这个膜的钱 我就买了一个贵的 不知道它的表现会怎么样啦 我是在小红书看到 蛮多人在推荐这款膜的 所以我就入了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我看那些评价什么 真的都不错 这支视频呢对不起 应该要分上下两集了 那下一集的话呢 会有我买的运动衣 鞋子还有化妆品 我们下期再见